不得不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压力的增大,很多女性都会出现血虚的情况,从现代医生来讲,血虚是由于人体内的血红蛋白不足,从而造成身体的肤色暗沉,乏力,头晕,睡眠不好等症状。 秋天到来,很多喜欢养生的朋友,都喜欢在秋天贴秋标,补济血,秋季是一年此季中收获的季节,周天温差加大,天气也慢慢变得凉爽,人的胃口和心情都会变得更好,因此,在秋季进步,确实是很好的季节。 一,气血旺盛皮肤更有光泽,气血旺盛运行正常,有助于毛发生长浓密和旺盛,皮肤光泽有弹性,且感觉灵敏,如气血生成不足或运行障碍,准表现为皮肤暗淡无光或尾黄,肌肤干燥,严重亏虚甚至早生皱纹和白发。 二,气血充盛精力旺盛思维更敏捷,气血的好坏不但关乎女性容颜,更关乎女人健康,血气在体内循环往复的运行,软则脏脏腹,滋养精神,女性血气旺盛不仅面色红润,而且精力充沛,反应迅速,不易疲劳。 三,血脉通畅胎气才也凝聚,从中医来讲,天地万物都是气构成的,而气和血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,气能生血,血能再气,因此气血的好坏与否对女性意义重大,对女性最有的影响就是月经了,而月经是女人的根本。 成熟的标志,吃什么食物可以补气血? 一,羊肉,秋冬季节,炙热性的羊肉是不错的选择,当然,男人吃羊肉壮羊,女性吃羊肉,可促进生血,是皮肤看上去更红润。 二,红糖,女性在来绿假的时候可以多喝红糖,红糖不仅能让女性在绿假时情绪稳定,而且也能起到补血的作用,把溜出去的血补回来。 三,甘蔗,甘蔗是秋天的印记水果,在秋天吃甘蔗是最美味的时候,而且甘蔗因为含有糖成分,所以,对于补血是很好的食物,而且也有清热的作用。 四,葡萄,葡萄也有美容的功效,对补气血来说,葡萄也是补血的佳品,吃的时候,最好不要土皮吃。 五,海藻,海藻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纤维素,维生素和矿物质,这些物质都能促进人体对铁质的吸收,从而令女性达到补血的功效,特别是海苔,除了补血功效之外, 它里面还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导糖酸,可以保护人体免受放射线的伤害。 六,胡萝卜,胡萝卜也称红萝卜,除了含有维生素B,C,还含有一种特别的营养素胡萝卜素,胡萝卜素对补血极有益,如果不喜欢这种营养的食物,那么直接把胡萝卜榨吃,加入少许的蜂蜜一起饮用也可以达到效果。 七,花生,花生的主要功效在于调和脾胃,补血脂血,降压降脂,花生外面那层红衣的主要作用就是补血脂血,中医理论认为,气势的人就容易出血,花生红衣能够补脾胃之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